什么是日时,地球绕着太阳转动,月球绕着地球转动 神奇的是,它们竟然不会相互碰撞 但是在某一天的一瞬间,月球会移动到太阳和地球之间 如果三者正好在一条直线上时,月球就会挡住太阳射向地球的光 月球身后的黑影正好落在地球上,这时就会发生日时现象 由于月球比地球小,所以只有在月影中的人们才能看到日时 月球将太阳完全遮住时的天文现象叫做日全时 只遮住一部分叫做日偏时,只遮住中间叫做日环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